也就是这中间我们常看到的是 国土保育中央宣誓说 我们一定要改革 很大声的讲 我们有这样一个魄力 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心 然后呢 把难题就丢到哪里了 丢给地方政府去了 可是地方政府 他有他为难之处 有时候可能是人力不够 可能是经费不够 那么如果说去拆除的话 可能就被抗争 然后那个选票也就流失了 如果不拆的话呢 又被说你可能是在土利 所以其实各方压力都很大 像现在这次真的说民气可用 大家都看见台湾了 要保护台湾 真的改得了吗 有没有一些你的看法 觉得可能其实动不了的 不乐观的 我其实对于像现在地方的现况 我也觉得很不乐观 尽管李宏元他是充满了理想 然后把这个防灾地图 把所谓的土石流 流经的地点等等 把它揭示成为一个 就是说套叠的一个地图出来 但是根据这个科学的根据 他之间跟业者之间 其实是有很大差距的 那业者认为说 过去长久以来 你没有都市计划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了 你怎么硬说我是违法 那所以这个之间就是说 你在看见台湾的时候 那个影片里面 你可以发现得到 有很多的合法 可是在影片里面是触目惊心 比如说像花莲 花莲就是一个例子 花莲的水泥场 这个从这个影片看下去 那这是触目惊心 那就是说在环保跟经济的 这个坚筹并故之下 你如何求起一个平衡点 以及就是说你开发了以后 你要如何复役 这才是重点 我们有一些可能当时看到 像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细致的案子 就是当时在影片里面 看到是光秃秃的 那么今天呢 简太郎到现场 他说已经长草了 应该富裕完成了 像这些真的能够安心吗 这个当然不用安心 长久以来 以前过去曾经 还出现老饼舰出问题 是 那现在他已经把老饼舰 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非都市土地的 那时候所谓的老饼舰 乱肯乱舰的问题 然后现在作为一个重点 要取缔的工作 但是如果按照 我们大家又可以闻到 明年即将要有选举 这个问题恐怕也不那么乐观 尤其是七合一 没有错 就深入到各个基层了 我们刚才在 刚才业者的反弹的 这个声音里面听得出来 马上就是非常强力的一个抗争 因为眼睁睁 我一家子的生计 甚至我很多的员工 都是靠这个活下去 然后突然要来喊咖 怎么能够接受 船 船 船